今天就來正式再跟大家就是 介紹一下我的老公 沒錯 我們結婚了 現在簡單來講呢 我跟我老公其實算是在序前緣 因為我出道多久認識他多久 然後在一起三年 分手七年 然後現在結婚半年的新婚夫妻 我們是今年2月14號結婚的喔 可是那怎麼會突然就決定就結婚了 好我跟你講 其實是我把他硬求回來的 他之前有跟我開過玩笑 然後他就說 你跟我和好 該不會是因為你後面交的都很爛吧 沒錯答對了 那我想要問一下 你們最喜歡彼此的哪一個部位 好 3 2 1 眼睛 兩個人都是對方的眼睛 對 欸他睫毛超長的 也只剩眼睛 欸你很過分 康康宅男女神 被講到只剩眼睛 欸我覺得眼睛 漂亮的女生比較細膚 對他眼睛蠻漂亮 對啊 那其他部位就是 其他部位就 也還不錯啦 36歲女星熊熊卓玉彤 經18日無預警曬出 三張婚紗照拋結婚震撼蛋 只見熊熊穿著裸色婚紗 先生則是鼻挺西裝在書上油頭 雖然只有側臉入鏡 但帥氣臉蛋 還是讓不少人認為 長得神思之名港星周伯豪 由於周伯豪已婚 就有三名劍列欣喜 在熊熊臉書底下留言 狂酸那男人有老婆啊 那麼愛做小三啊 網友的留言一出 引來大批網友幫澄清重點 他不是啊 你蠻搞笑的 而熊熊的小編 也在底下回應 我覺得男主比較帥捏 也提到亂說話的那些人會有報應 此外熊熊稍早 也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上 釋出和老公一起拍的影片 而這也是兩人首度 在鏡頭前公開銅框 抱哈記 喔準備中準備中 我以為他不想出現了 落跑心啦 他每天都在跟我說後悔 大家好 今天就來正式再跟大家 就是介紹一下 我的老公 沒錯 我們結婚了 哇 為什麼感覺很像 吃不關己 大家不要被他外表騙了 他其實很愛我 哈哈哈哈 其實簡單來講呢 我跟我老公其實算是 在序前緣 因為我出道多久認識他多久 然後在一起三年 分手七年 然後現在結婚半年的新婚夫妻 我們是今年2月14號結婚的喔 其實我是剛出道的時候就跟他在一起 但是因為那時候就是礙於 可能公司的一些 規定啊 就不能公開 然後因為我老公還陪我經歷了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就是我妹妹離開 然後那時候覺得我的身心靈狀態都不是太好 然後我就想要用工作麻痺自己 工作量就突然變得很大 然後又不能夠公開 然後我們就是很常因為一些小事情吵架 所以我們就分手了 對然後後來再搭上線是因為他工作的關係 他要找我 那個你要不要講一下 我們有一個整合行銷 然後就想說 跟他比較有關係 就是詢問他的意見 可是那怎麼會突然就決定就結婚了 好我跟你講其實是我把他硬求回來的 他之前有跟我開過晚上 他就說 你跟我和好該不會是因為你後面交的都很爛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沒錯答對了 其實我在沒有跟我老公和好之前 我已經兩年多 就是完全沒有交任何的男生朋友 我是完全隔絕男生 就是覺得說 我不要再教了 我不要再認識新的人 那時候還甚至去問了一些 專業人士 然後去找那個國外借金生子 我也找到人選了 而且那個還很帥 對 都已經聯絡好了 然後結果後來 欸 那個人突然聯繫不上 然後聯繫不上之後 我們就開始煩他的經紀公司 欸 突然到經紀公司也聯繫不上 聯繫不上 等我跟我老公有聯絡上之後 他們才 微微到來說 喔他們可能 後來就沒有要捐就消失了這樣子 感覺好像是安排 明明之中注定的 對然後我 對我就因為這樣子 我就更加深 我就覺得說 我這輩子就是我已經非他不叫 我一定要把這個 男人就是懶在我身邊 因為我老公跟我在一起的時候是 完全沒有對我不好 他就是對我最好的 像我那時候跟他在一起三年 他每天幫我吹頭髮 每天喔 沒有一天間斷 現在比較偷懶 我結了婚之後有差 哈哈哈 然後我就想說 那就是差不多和好 快一年 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我自己有自己的 腦海中的一個 很完美的藍圖 我就跟他說 欸你可以 答應我 今年的生日禮物嗎 就今年9月4號還沒到 他就說幹嘛 我就說 我們可以去公正嗎 然後他就說 不要 哈哈哈 他就說 為什麼要是你生日 我就說 因為我會忘記啊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期 然後我就說 那不然你的生日也可以啊 那不然還是聖誕節 還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腦海中能想得到的 比較不會忘記的節日 什麼國慶日啊 什麼什麼的 反正就是 可以 國慶日 對 沒關係 因為我們 我們的主打只是說 不要忘記 別怕忘記結婚今天 只是因為這樣而已 對 然後他就一直給我拒絕 然後我就很難過 我就坐在那邊 其實有點傷心 他就突然悠悠的說 我覺得要算力 我說好 因為我們有認識一個朋友 然後他就算 他就說 欸 那你們可以 2月9號結婚 我們當時已經1月多了 我們想說 蛤 也太快了吧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2月 那2月還有什麼日子 這比較好 今天有上網查一下 2月9號好像沒什麼日子 然後後來就發現 2月就是 2月14日情人節 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 就是情人節 然後去預約公正 因為很趕對不對 我們戒子也是戒的 戒子是跟他朋友戒的 哈哈哈 然後禮服也是戒的 然後車也是戒的 我們的戒子現在是非常的臨時 因為我們真正的戒子還在日本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戒子 就是非常的 樸實無華 根本是 扣別人的 要講 跟別人戒的 哈哈哈 頭髮的髮飾也是戒的 然後戒完婚拍完照 就會一一拔起來 然後給我妹妹說 啊你要記得把我拿去玩 你今天什麼是真的 你戒子也戒的 禮服也戒的 都戒的 老公是戒的嗎 老公戒的嗎 其實會是戒的 哈哈哈 其實我們有準備一些 情侶必玩的快問快答 OK 然後就是希望等等 我問完問題之後 就321 然後你們兩個要同時回答 好 沒有問題嗎 應該 就是 我要問你們記不記得 第一次喔 交往的日期 直接回答 直接回答 他忘記了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嗎 我跟你講 但是一定是一個 值得紀念的日子 好來 321 6月17 欸你真的不知道 6月17是他的農曆生日啊 對啊 你看是不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是 因為這樣他比較好記得 沒錯 因為我看我忘記 其實我老公是一個很念舊的人 我們那時候和好的時候 我還在家裡面 大掃除的時候撿到什麼嘛 這個真的很經典 我撿到一個機票 我說是你跟你之前女朋友的嘛 然後他就說 不知道耶 看一下 然後上面看 2015 因為以前那時候我們去 出國玩的時候 我們沒有Google Map 跟一些東西 翻譯機也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 第一次兩個人去日本玩的時候 我就 做比較多功課 那時候覺得說 欸很難得 就是 靠自己出國玩 然後就把那頓收起來 所以主要是要記錄 第一次 第一次靠自己出國玩 這件事 不是 不是 就是帶他啦 不然帶他 欸他是為了我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我更不會 所以他就只能做 好不好 真的是為了我 齁 欸怎麼感覺 跟你 前幾天跟我講的 愛情都是有點落差 哈哈哈 你真的要聽我的版本 他害羞 你不要這樣子找包 給個片子 給個片子 那我們第二次 好那我可以講 第二次合好 對啊 我們合很合 就是複合啦 就是複合 因為他說我們複合吧 3 2 1 10月24 欸他沒講過 你看 這張是他幫我拍的 來吧 然後那時候 我也是10月24 所以我們就只好定10月24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篇發文的時間 對所以他一直不願意承認 因為他覺得那時候還沒有 但沒關係 我們就是定10月24 他今天到底是不是被你壓著來錄影 哈哈哈 我兩天前才知道 對 我跟妳講 欸欸欸 欸欸 但是他其實痛病快樂著 我跟妳講 我們今天穿的這情侶裝 還有這個帽子 是他剛剛去西門町買的 他買給我們的 所以他其實是 也有在重視吧 對不對 不是啊 都已經要上戰場了 也沒辦法 那我想要問一下 你們最喜歡彼此的哪一個部位 好 3 2 1 眼睛 2個人都是對方的眼睛 對 欸他睫毛超少 也只剩眼睛 欸你很過分 康康宅男女神 被講到只剩眼睛 欸我覺得眼睛漂亮的女生比較吸引你 對 他眼睛蠻漂亮 對啊 那其他部位就是 其他部位就 也還不錯啦 哈哈哈 哈哈哈 好OK OK 你是這樣打球的自信息是嗎 最喜歡對方的哪一種個性 哦好 簡單兩個字或三個字形容就好了 好 好來 3 2 1 善良 善良 對方覺得說啊就是他了 就你總是會有一個moment說他就是我要的那個人我一定要跟他共渡下半輩子 嗯 哦完蛋他好像遇到我前了 兩天前 他問我的問題的時候 我到現在還在笑 哈哈哈 你很過分 那如果是我老公的話就是 我就剛剛就講 他是光專一跟誠實 我完全不用看他手機 他手機真的很無聊 我也買東西的 啊不然就在打球的 就沒有東西 他就 很boring 就直接關掉 我就再也沒看過他手機 對 所以我就覺得哇他讓我很安心 甚至是他單獨跟女生出去 我都覺得 沒關係 真的 對 你們彼此想要有幾個小孩 好來 3 2 1 3個 是有討論過真的是 對 因為我覺得一個小孩太無聊了 不然你來講好問你三個 我有一個弟弟啊 然後我就覺得說 如果經濟允許的情況下 有兄弟姊妹比較好 對 所以我想說兩三個 應該會比較快樂一點 對就是這樣 所以還是會希望有 讓他們有兄弟姊妹這樣 對啊 那我想要問一題 你不要回答 好 你有沒有 曾經覺得你被逼婚 曾經喔 就點頭搖頭就好了 來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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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 2 4個生日 未來的每一個生日 也都要一起過喔 老公 我愛你 生日快樂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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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